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在2024新年的第一天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就发生了规模7.6的强震 造成了严重灾情 到目前为止后续的余震还是不断的 一直到C6的清晨都还传出有规模5.3的大震 那么石川是位在北陆地区 是日本的观光产业的重震 来 画面上我们看到外媒中央日报也特别报道了 因为现在很担心的是说 这个地震会不会造成半导体的一些产业影响 中央日报是这样报道说 日本企业大概占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的52% 全球排名前15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当中 日本企业就占了7家 所以每次发生强震 企业都难免受到影响 当然台湾也是同样非常多的地震 台积电不但在台湾建厂 就连先进的生产线也都只放在台湾 而就是因为台湾的安全跟集群效应这些优势 很大程度抵消了风险 不过现在看到在金融方面 花旗银行经济学家也说 这次地震对日本经济的最终影响是 2024第一季的GDP比上一季的成长率 他们预估是会减少0.5个百分点 野村这边则是认为说 日本石川县这个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 大约是57亿美元 8,121亿日元 相当于日本明目国内生产毛额 就是GDP的0.15% 所以看得出来对经济 还有包括像是旅游业 在画面的左下方 旅游业也是担心在后续的一些潜在的影响 好 那特别是台积电 我们知道2月份 目前预计是要在日本继续来做一些设厂的布局 会不会有影响 还有整体来看的话 对观光产业跟整体的经济 日本的经济 蔡老师怎么看 我用一个字眼来去做一个形容 叫做岸田流再选战略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话是他们的一个选举 我们的选举的话 我们有说三组真马 这已经很精彩 但是再来就是会看一下日本的一个选举 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我就稍微做一些整理 我们给各位观众做这个整理 因为他们地震事实上是很多的 你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 就是2011年3月11日之后9点0 那个时候是民主党政权 但是民主党就是没有做好 所以它变成所谓的政权被人家夺回去了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2016年就是雄本 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你所说的 所谓的台积电 台积电为什么会去雄本 我也问过他们 为什么来到一个地震地方 他们说我们找不到地方的 找着就只能够找到这个地方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次 这一次的话 暗年他有讲了一些话 那这些话的话 我从1号就开始叮叮叮 不管他什么记者会 什么会用都有听 他会一直讲所谓的雄本地震 雄本地震 他讲了比如说 1月2号 1月3号的一个地方 当然有些人就会说 为什么我们给人一些帮忙 你为什么不接受 让我们去收救什么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 1月4日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台湾 它特別叫台灣 台灣我們給它一援軍是所謂的6000萬 它說有這麼樣的一個發表 這個發表的話 其他國家都不講 就是單純講到台灣 那我們再持續看下去 我們就要去觀察 它為什麼叫岸田流再選戰略呢 因為今年它勢必要選舉的 最慢最慢它9月一定要選舉 可是我們可以觀察的是 4月的時候會有一個叫做補選 因為汐田前面一整就往生 勢必要去補選 這補選或是說這一次的 所謂的安倍派的一些人 會不會因為金錢東西它辭掉 是不是要補選 再我們再看6月 6月的時候 可能就是所謂通常國會會結束 通常國會結束之後的話 會不會就是所謂的 它趁這個機會把它打散它的國會 那這個打散國會的話 那我就會把它造為做這個整理 為什麼叫做三部曲呢 三部曲的話我們會看到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地震 地震為什麼沒有用台灣 一般人可能會看到很多很多的畫像 但是我喜歡這一個畫像 這畫像的話就是所謂的氣墊團 它那個氣墊船 它登陸 那個氣墊船的話 它是從他們的一個運輸件出來 然後再登陸 它說我們自己就可以做得到 我們自己做得到 載了一些挖土機 對 我們自己會做得到的 所以它告訴他們的國民 我們的國防我們自己可以做得到 我們的防災我們自己可以做得到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它第二步了 第二步它就會畫出來了 台灣選舉 所以台灣選舉的話跟剛剛它的1月4日的講話也是一樣 它會關心到我們台灣 再來就會進入到第三步了 第三步也就是說它的政治陷阱這些問題 國民可能說對政治不信任 對政治不信任他希望把他拉回來 所以他下個禮拜就會取一個名字叫政治刷新本部 政治刷新本部他會說我們找一些人 讓國民對我們那個殖民黨還是有一個信賴 所以他就會講到所有的做了東西之後就會產生一個結果 這個也就是說它為什麼這些事實裡面 奇怪我們給你幫忙你為什麼不要 因為我們所說叫岸田流再選戰略三部曲 再選戰略簡單再請您回應一下 您覺得這一陣對岸田來說是好還壞 那剛好是一個機會 也就是說 一個機會 你如果說這一次做得好的話 國民會說在危機的時候 你還是有一些阿嬤可以依賴 會這樣問就是因為接下來我想要請教 我們也都看到說很奇怪 為什麼岸田到目前為止他的內閣 他政府一直都覺得說沒有向海外各國提出救援的請求 這個你說救援金額金額是有進來 但是救援的工作他是一律拒絕的 那因為岸田說考慮到接受援助之後 必須做各種的準備以及當地目前的作業狀況 所以現階段是不接受任何人力與物力的支援 岸田究竟是怎麼想的 剛才習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他可以自己來 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 因為現在坦白講岸田現在是面臨的內憂外患 他現在這個國內他的身份只有16% 我的印象 他對外你也曉得那麼他剛才提到台灣的這個選舉 那麼台灣那個選舉勢必要牽動的 這個整個地區板塊的這個變動 而且本來要預定你看這個中共日本跟南韓 他們本來一個峰會 還涉及到美國跟這個日本南韓 他們三個所謂小北約這種關係 所以在外交上面 他明年一定會有很大的這個 會對他的來講 一個很大的衝擊 他要內閣要改選 但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他希望能夠造了SOP 這是很好的機會 他如果能夠處理好這次地震 我想對他的民調一定會深的 一定會深的 那如果說完全依賴外面的援助的話 那當然了 就剛才講了 就是表示我不行 我還要靠外面的這個協助 所以這是一個他處理 按照SOP展現他這個處理重大事件的能力的這個機會 如果他有這樣的一個有很好的成果的話 對他選舉有利 而且對他處理對外關係方面多有利 我個人就是這樣認為 春宮跟蔡老師都點到重點 就是機會來了 但機會來了你處理得好 那就是轉機 但如果處理不好 那是危機了 這次到這次地震當中 大家其實很關注日本的核電廠 因為在這次核電廠當中 包括智鶴跟北陸的核電廠 都傳出有他們的輻射水外溢 但是政府宣布說 輻射沒有外漏 但那個水有外溢 這樣立刻就想到非常彷復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不要忘了 為什麼他不讓外國人去 因為如果你外國人去的時候 大家其實會關切你的輻射問題 你不要忘了現在輻島廢水 日本現在在輻射這件事情 還是過街老鼠 全世界喊打 所以這面當中 其實有這個救災 本身一個微妙的敏感性 這在日本現在很多民間論壇 在講這個部分事情 而日本有個文化 他們終究是日本是全世界有名 在救災 尤其地震相當救災 是全世界第一名 第一名你還要找2345678來救你 不是莫名其妙嗎 那麼日本的文化家仇 也不太喜歡外洋 很多人都最後寧可孤獨死 也不求助 在日本的生存文化裡頭 只有這個個性 只要自己能夠做到的 但我個人認為 輻射水外溢 輻射的這些核電廠 現在究竟相當怎麼樣 因為兩間停了 那這個部分還有在觀察 我接下來看說岸田 如果真的是想賭一把的話 你就看他這個賭 到底是輸或是贏 不過剛剛提到說 日本的應變能力是一流的 最近當然除了地震以外 也看到了這個航空的意外 1月2號日本的飛鞍事件 震驚全球 我們要說的就是 日本航空編號516班機 跟海上保溫廳的飛機 發生了擦撞的意外 造成了五死十六傷 根據NHK的報導 這個飛機的殘骸清除作業 這兩天就會完成了 而日本國家安全運輸委員會 也已經回收了海保廳的機上 兩部黑盒子 事故的真正人員 當然還要繼續的調查 可是外界關心的時候 這次的危機應變確實不錯 就是空服人員在18分鐘內 疏散了367名乘客 還有12名的機組人員 所以這個商務科技上面的 是沒有人死亡的 那所以這次也看到是說 英國的克蘭菲爾德大學 一位飛安專家 叫做布萊西韋特 他就說一場火災 大概平均來說是90秒 就可以把一架飛機燒光 但是看到這次的日本航空機上 每一個人最後都安全的撤離 所以日本這次的飛安事件 給台灣航空業 帶來什麼樣的一些啟示 施董 您覺得 我想引述美國航空工會 裡面資深空服員 對這次事情的評論 他們的一個講法是說 在整個疏散過程裡面 空服員的權威以及功能 都有發揮出來 而且得到乘客的尊重以及佩服 那我所講的是 事實上台灣的華航 在這一方面表現也不差 2007年的時候 華航有搬飛機飛到那吧 也是出了意外 結果在94秒內 157個乘客全部都疏散成功 就在飛機爆炸前一刻 機組員也都逃出來 所以事實上那也是一個 很了不起的一個救援 疏散的一個結果 空服員要能發揮他的一個功能 很重要的 他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勞動條件 如果空服員是處於 非常疲憊的一個情況底下的話 他就沒辦法發揮他的功能 要有好的勞動條件 前提就是要工會 我們這次看到 日本空服員的表現的時候 都忽略了說 日本工服員基本上是參加了 日本航空工會的聯合總會 他們很多空服員都是在這個工會 這個工會 他們很積極的幫工服員 爭取權利 這樣的一個工會 跟左翼政黨未必有直接關係 譬如說日本的共產黨等等 但是我們很清楚 協助這些工會 進行一些法律訴訟的一些支援的律師 通常也都是支持 日本共產黨的律師 所以這樣的工會 它有它一個左翼的背景 事實上台灣的空服員 也有相關的工會 所以旅客要得到一個安全的 一個飛行的環境 一個飛行的旅程 空服員像是有罷工 要支持他們 不過日本確實在新年一開始就這麼多的事情 確實在挑戰岸田的內閣 蔡老師覺得目前來說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了 它有可能是轉機 但也有可能是危機 目前挑戰岸田 就是在日本的政壇上有實力 能夠來撼動 和這個岸田的主要競爭者有哪些人 這個眾議院的選舉有可能在什麼時候會發生 因為眾議院選舉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能可以觀察 可能4月是一個點 為什麼我們剛剛所說 4月會有一個補選 可是如果說因為安倍派 或是所謂二屆派的人 那金錢的問題 他辭職的話 那補選 他搞不好就是在那個時候解散 然後是這一個點 第二個點的話可能就 6月他會不會就是做一個解散 因為6月的話就是國會 大概就是差不多結束了 結束的話會不會在那個時候解散 不然的話等很多就會報到9月 可是現階段對岸田 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沒有太強的人可以去挑戰它 所以我們引用一個 產經新聞的Data 這個照片來去給各位做一個解釋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現階段看起來 岸田確實它的支持率不是很高 可是誰能夠挑戰我 這個就是問題的 誰是本命挑戰我的一個人 你可以說所謂的茂木敏充 茂木派的話 他應該現在是所謂的第三派榜 第一是安倍派99人 第二個是所謂的麻生派56人 第三是所謂的茂木派大概54人 岸田派大概40多人而已 所以他的話他可能會去做一個挑戰 再來我們看一下可能的 就是所謂的河野太郎 河野太郎的話就是所謂的麻生派的人 因為上次他有挑戰他 他挑戰他的話他上次沒有成功 這一次會不會再次出來呢 還有我們如果說從民調來講 因為日本的一個民調 事實上很喜歡叫做石破茂 或是所謂的小權進次郎 也就是所謂小權純一郎 他的公子 這兩個人的話民調也是很高 那很高的話他有可能去挑戰 但是如果說從女性來講 因為日本的話他們沒有所謂的女性首相 他們是在思考什麼時候會出現 第一個女性首相 第一個女性首相可能會有兩個人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高勢找苗 他有可能是可能 第二個的話可能就是上川洋子 現在的一個應該說外務大臣 他們兩個有可能 但是我們再看一下當然岸田派 假如岸田他說選舉或是民調 一直拉不上的話 他們說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右手 我們岸田派的右手叫林芳正 林芳正在這一次的 對 林芳正在這一次的一個任務 他是叫做官房長官 官房長官的話他這一次的記者會 他還是表現得可圈可點 他很穩的 那很穩的話 我們看到他的記者會 他的回答會給人民 國民說 我可以信賴你 所以假如說岸田你們不喜歡的話 我們還有林芳正 這是他們現階段看出來的人 理解 非常的詳細 謝謝蔡老師 我們等一下回來要關心的 還是另外一個人事的安排 也就是中共解放軍的高層軍方人士 最近的移動 馬上回來 兩岸關係 中美博弈 全球財經 軍事戰略 客觀 多元 深入的觀點 專家權威 嚴選議題 最專業的國際政經情勢分析 環與全世界全球旗艦版 每週六晚間九點 準時開講 任何其都市民 都在不適合 任何人都在不適合